想要创造财富,就要懂得如何投资操作,寻找契机。 大来国际丁兆宇分析师,带你掌握股市的投资关键。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标股智囊团。 财经关键晚报标股智囊团,由大来国际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丁兆宇提供。 108年金管投雇,新字第012号,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,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,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,投资人应独立判断,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 来,先祝大家周末愉快,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台北股市表现如何。 哇,今天台北股市大涨了213点,来到16505点。 台北股市今天是大涨的,两周周线已经涨了1000点。 不过听伙伴们,有没有觉得这个盘有一点奇特? 今天涨的是台积电,然后有很多你手上的股票好像都没有动。 老师,为什么? 记不记得昨天我跟各位讲过,礼拜四的时候,台股指数大涨了,我说这个涨了,有点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,因为上涨加速比下跌加速要来得少,上市贵都一样。 那昨天呢,上市涨,上柜没什么涨,那也就罢了,今天上市贵都涨哦,可是,一样,上市贵的下跌加速都超过了上涨加速。 也就是昨天只有加权市场是这样子,加权指数是这样子,OTC没有,但今天两个市场都出现这种状况了,你说奇怪不奇怪? 真的有点奇怪,我们现在先解读一下,大盘今天涨什么?台积电涨23块钱,台大电涨10块钱,联发科涨22块钱,联电也涨1.5块,这个全资股嘛,大家都知道嘛,那当然这些全资股在涨,主要还是因为,这两天我跟各位讲的,黄先生效应。 对,要来了,对不对?各位,你今天看到报纸,头版头条,所有人都告诉你,挥达手握令人难以置信的订单,哇,对不对? 对。 我前两天就跟各位讲了,那个时候我就跟各位分析,我说挥达市值7700亿,全美国第五大,我还跟各位讲,我说他可能就是下一家兆元的纯晶片的一个公司,这我都讲过了,我讲的东西今天全部在报纸的内页新闻里面, 这里面都有嘛,对不对?我们看一下,就今天这个经济日报的新闻嘛,好,他讲说挥达股价25日早盘一度暴涨24%,对不对? 对,这个市值增加又1890亿美元,是,他是这个可能成为全球首家达到这个里程的晶片公司,突破一兆美元,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,哇,这个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了,对,好,那我也不需要在这个地方跟各位讲了,我们听众朋友早就已经听我讲过了,是的, 所以台积电长,因为台积电是挥达最直接最大的一个partner嘛,对,对不对?对,好,但是你看到今天台北股市跌什么?嗯,好,跌什么,来,跌开发金,开发金,跌台数化,嗯,跌大力光,是,跌中华电信,嗯,跌新光金,国泰金,勇峰金,华南金,甚至中钢,南亚科都跌的,嗯,嗯,那,各位, 你想想看,嗯,那今天这个大盘中场涨213点,对,其实对于所谓,假设你是做台湾50的股票,这50档,假设啦,对,好,你一样来操作,嗯,嗯,你都不见得赚到钱,没错,我说这50档哦,嗯,你每一档都买一张,是,嗯,你每一档都买一张,嗯,你都不一定赚钱,你信不信,行,我跟各位讲,嗯,好,好, 那,现在重点在哪里,我说,第一个,黄仁勋他来,一定会卷,嗯,卷起旋风,嗯,那,卷起旋风的同时,大家就要想到,你会这样想,主力会不会这样想,会,那,主力之前,上个礼拜,嗯,拼命在做观光,除能,嗯,军工,对,这些,都很热的股票,嗯,嗯,是不是, 是,我是不是在这个礼拜一开始,我就提醒大家,我礼拜一就提醒大家,我上礼拜最早上礼拜会告诉你,军工,嗯,嗯,短线,请建好就收,对,嗯,嗯,第二个,我说,重点,嗯,在这里,也要注意了,对,我最晚一个是讲重点,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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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我说重点也要注意,嗯,嗯,嗯,我说重点也要注意,嗯,嗯,嗯,我说,我举这几档股票做例子,嗯,嗯,我说华城要整理了,对,我讲,我讲这第三天了,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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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我说虽然咬住空单,可是他要整理了,是,你看1519的华城,嗯,他如果今天不是因为咬到空单,我跟各位讲,他跌幅会更重,哦,他跌幅会更重,OK,所以他没有死,可是你在这个位阶你去,进去买华城的,嗯,你是完全没有赚到钱的,对,你过去两天,你去买华城的,你完全没有赚到钱,嗯,对不对,对,那你的资金当然不能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嘛,当然,你手中有的,你上礼拜买的华城, 或甚至你上个月买的华城,你当然可以续报,因为他咬到空单,对,他没有爆量,嗯,嗯,嗯,好,那再来,好,我讲,像市电也是一样,好,这都不谈了,好,我是不是跟各位讲,我说最落后叫大同237的大同,有,各位你去看,这一些重电股的,这些权重指标当中,包含华城,东元,市电,这个中兴电,雅力,大同这些股票,谁今天创新高,237的大同,大同,嗯,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,我说这股票有点斜斜的,嗯,有,特定资金在买,对,对不对,嗯,那当然这个股票操作难度会比较高一点,可是,嗯,因为我觉得啦,投资人对于这种,这个股票的这个轮动,大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,嗯,嗯,那我,其实我跟各位讲,他的轮动,是有一定的逻辑性的,好,比如说先动的,先休息,嗯,嗯,这是一个,对,那第二个,第二个, 有没有爆量,嗯,还有它爆量是爆在什么位置,对,是爆在半三腰,还是爆在已经涨一大段的,嗯,嗯,这个都完全不一样嘛,好,好,那有些股票爆量之后呢,你走,走的时候下来,回到支撑,它就不跌了,嗯,嗯,370因为大同控,是,我说我5月17号买进,5月23涨停,24创高,爆量我出掉,嗯,出掉之后整理两天下来,这个地方,短线又杀到,起上点了,嗯,嗯,这个地方就不需要慢了嘛,对,就又杀到我5月17买进了, 这个,这个位置,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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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但问题是我如果没有卖掉呢,那我不是,一场空,对,就我爆上又爆下,又爆下,嗯,而且重点是我资金还在里面,卡在里面,嗯,嗯,有进,才有出,对,各位一定要记得,好,因为,现在,主力,它跟以前不一样了,啊,跟以前不一样了,啊,题材,也比以前更多,嗯,嗯,嗯,哦,所以,这股票真的,好,要稍微注意一下,好,那当然,像是AI,那绝对是, 重中之重了,啊,比如说,我们讲,啊,像广达2382的广达,是,它是不是,这个,组装代工的,对,灰达组装代工,嗯,今天是不是创新高,有,啊,创新高出量啊,嗯,已经涨一段了,嗯,嗯,从80块钱一路涨到119,是,386亿股本的公司,可以从除息之后的低点,80块钱涨到119,你还原权值,它已经涨了二十几块钱上来了,哇, 哎,对不起啊,不是二十几块钱啊,涨了四十几块钱啊,四十几块,从80涨到119,嗯,你加上这个全值,已经超过43块钱了,哇,那今天第二次出量了,对,那,这个就是回答概念股,问题是,你是这里买广达,OK吗,我不晓得广达,你,你,今天,你开盘,你买在119,嗯,到底有没有赚钱,今天收盘收115, 对,115.5,嗯,嗯,好,那再来,3324的双红,嗯,嗯,嗯,这也是散热的啊,也是很强啊,对,对不对,嗯,3443的创意,啊,甚至,我最近跟各位讲,这个隐藏版的,回答概念股,今天报纸也揭露出来了,嗯,嗯,啊,6623的旺系啦,有,啊,他是做,做探针这一部分嘛,是,啊,因为,台积电是最主要的受惠,但是,台积电他除了做这个,帮代工晶片之外, 他也做高阶的,这个,封装,对,可是测试这一块没有,哦,测试这一块没有,各位一定要记得,好,所以市场上就就讲说,包含像是这个,623的这个旺系,嗯,哦,这个会是直接受惠的,其实过去旺系本来就是回答的一个,一个partner了,嗯,嗯,嗯,好,那甚至今天也带动其他的,的测试的股票了,对,好,但这个,这个不是我们,这不是我们重点,重点是,你一定要做大家都不知道的,对, 你像旺系今天报纸揭露出来了嘛,好,那我觉得这个,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讲的话,各位就很开心了,对,因为,其实,你礼拜三打电话来的,嗯,嗯,嗯,啊,你如果愿意跟着我做的,我也告诉你了,那你礼拜四,在节目当中,我公开给全国的观众朋友,听众朋友,对,你说623的旺系嘛,嗯,那今天,报纸的那一页就告诉你说,哎呀,回答AI概念股,什么台积电,广达,新兴,伪创,嗯,嗯,对不对,嗯,里面这旺系引威,就通通给你揭露出来了嘛,嗯,嗯, 所以你提早比别人上车,好,那另外,我说还有一块是,这个散热的部分,对,我们刚刚提到,建策,3653的建策,嗯,嗯,那这张股票是最,最,最,是最,最,最,是最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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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最传正的伺服器散热,对,他今天再创新高,嗯,嗯,嗯,盘中差一点工上涨停板,是的,600多块钱,嗯,嗯,他这一波从400多块钱,嗯,嗯,他这一波从400多块钱,涨到今天最高615块钱,对,这种高价位的股票,嗯,嗯,啊,那3017的旗红,有没有, 我上个礼拜,我只跟各位讲,齐红这档股票散热的,有,今天有没有再创高,有,可是,来到这个位阶,你操作齐红,你就变得会有点害怕,嗯,因为,他涨啊涨,动不动就像昨天就留个上下影线,嗯,嗯,虽然是跳空开高,可是留上下影线,是,今天也是一样嘛,嗯,啊,那一开高之后,对不对,一冲上去,结果呢,盘中打到,快到平盘,平盘,打到198,嗯,只小涨五毛,是,尾盘又拉高,嗯, 嗯,中场涨10块半,就是他开始出现震荡了,嗯,这,而且是因为,大家都知道了,我为什么讲建策,我为什么讲齐红,嗯,嗯,因为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,没错,那我先跟各位讲吧,那,其实,真的要做的就是怎么样,你跟着齐红,嗯,的下一档,是,好不好,好,那这个礼拜一,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机会,啊,没有涨到的,跟着齐红的下一档是谁,散热,嗯, 还是其他相关的,嗯,嗯,我先卖个关子,好,好不好,但是这档股票,我认为,第一个,他就是跟,AI,甚至下个礼拜,黄先生来台湾,全体的旋风当中的一档股票,其中一档股票,好,第二个,这档股票,刚刚开始,第三个,这档股票是中低价位的股票,好,好不好,谁,是,搭上这一波的旋风,而且跟着齐红的,下礼拜一这档股票,打电话进来,你愿意的话,留下你的姓名,嗯, 联论方式,我们进场,我会通知你,好,所有听伙伴们,如果没有跟景老师的脚步进场布局,齐红的好朋友们,齐红的下一档在下周一,老师要带大家进场来布局了,想知道这档股票是哪一档的好股票吗,不要忘记了,赶快打电话进来,电话号码就在我们的广告当中,赶快播通,就现在, 亲爱的朋友,我们的专家,标股智囊团专家,丁焦宇哥,今天在节目当中,直接回答大家,被评问老师说,下个礼拜的看盘重点是什么, 老师说,不要忘记了,一定要检视你手上的股票,所以有听伙伴们,如果您这一阵子在股市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,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,或者是你手上有股票,不知道该留还是该书的好朋友们,可以加入老师的LINE8,在LINE8的这个对后框当中,把您的问题留下来,或者是您也可以打电话进来,老师会花一些时间来帮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,不要忘记了,赶快加入老师LINE8,怎么样加入呢,把您的手机打开,LINE搜寻的部分,输入小老鼠133arygs, 小老鼠133arygs,或者您也可以拨通我们的钻线,023659333,023659333,跟我们接电话的同仁们,告诉他,您最近在股市当中遇到的问题,老师会找时间来帮助您的,欢迎听我,赶快拨通我们的钻线,023659333,023659333,小老鼠133arygs,赶快加入,就现在。 今天我们的网络到所见,节目是标古智囊团,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,非评文娘,请到我们的专家,丁照宇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了,到底接下来下个礼拜操作重点在哪里呢,等一下节目回来之后再请教我们的专家宇哥,好听的歌曲,先跟大家一起来欣赏,这是AHA这个合唱团所在,介绍好听的歌,80年代重要的单曲,标博排行榜第一名,AHA所在,介绍好听的歌曲,Take on me,马上回来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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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